说句韩国娱乐产业,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名,以类似流水线的模式从小选择,培养和打造娱乐明星。 所以盛产各种偶像明星,诸如吴依凡,张艺兴,黄子涛,宋倩等很多国内大事偶像都是从韩国开始出道。 不过,盛产偶像明星的另一层意义,就是也不缺个偶像明星,所以相互间的竞争非常激烈。 事实上,在韩国当面牺牲以及出道都非常辛苦,虽然有专业的娱乐公司进行培训,但想要真的出道以及大火,还需要十二分的努力和运气。 而且哪怕出名后,也不能左以待毙,只要稍微踪斜一下,精神就马上会被淘汰,尤其是女团竞争,因为年年都有新的团体推出,所以竞争堪生惨烈。 近日,女团Better Kiss的前成员志娜,Jana在上韩宗时就自保,目前她正在兼职做送奶工,每天凌晨两点起床,拖着送奶车,回周围小区配送牛奶。 可以想象,这个世界的韩国街道,凌晨两点是多么淒清和寒冷,但志娜仍旧自我打气说,吹吹风就清醒过来,睡意都没了,志娜透露, 她已经兼职做这份工作七个月了,一周需要工作五天,缘薪45万韩元,缘人民币2780元,而她做这份工作的目的,就是为了维持自己能继续当歌手的梦想。 2014年,志娜以女团Better Kiss成员身份出道,该团共有五位成员,风格为考卦女团,但出道后并没什么影响力。 所以,2015年后,志娜就选择了退团,转为Trott歌手进行活动,对于目前的状况,她说最初做这个工作,是想在别人睡觉的时候能够赚一点钱,好维持生计。 不少网友看完节目后都非常感动,希望她能早日成功,不用再额外打工来艰难度日,对比国内娱乐圈,其实像志娜一样,无名的小歌手,小演员也有很多,在伴斗努力的过程中,也都有着各自的一把心酸泪。 但不得不说,国内对于演艺明星的宽容度,还是比韩国高了很多,无论是之前的天价片酬,还是各种劣迹艺人的付出活跃,对于韩流明星来说简直都是不可想象,大概这也是韩流明星过去,都喜欢来国内捞金的原因吧。